各位朋友大家好 北美的常用中医药展览馆 在加州的旧金山 斯德顿 斯德顿华府的斯德顿 直接开展了 这是一个私人的博物馆 没有政府的资助 全靠捐助者 它是有美国中医药联商会 还有美国中医研究会 还有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美国分校 几个主要的单位去联合去做的 还有徐四养三森 也许四赠送的野生三森 作为镇馆之宝 有嘉宾去 这个嘉宾去渔会 搞得非常的隆重 也有民选的官员去参与 在中国在那个中医药有很长的历史法 像张中景啊 孙思苗呀 像华佗呀 都是过去中医药 所以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中医药 像加州的华人比较聚集的地方 更是有中医药 有这个中医的个针灸管里面 有很多就是有中医药的 可以有那个 特别是这次疫情 新冠的疫情 应该是中药也能够治这个新冠 所以不仅仅有西医 而且也要有中医 而且在美国这边 你像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在美国这边开的有分校 他自己原来是一个重要的培训班 后来就可以有那个学士学位 这里面不仅仅是有华裔 在学这个中医的那个学士班 硕士还有博士 而且还有西人 就是也在学这个中医药 自己开个中医诊所 而且像那个旧金三 圣和赛 有几所那个中医药的大学 有的是华人当的校长 当然创始人都是华人 后来可能就那个校长就有可能是西人去担任了 也是有利于那个中医药在世界上的一种推广 而且你像这个中医药那个药材 有很多还是从我们的海内进口的 从海内来 有大量的中医药材 在海内种植 然后销往海外 美国是一个重大的市场 因为这个大家对这个老祖宗留下的瑰宝 还是比较珍惜的 你就像那种 如果手术的方面的话 应该是需要比较快 如果是要内部调理的话 还是要中医的汤药 汤汤熟水 不要看那个汤汤熟水 那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生 就像我们的洛阳的洛阳水席一样 也是汤汤熟水 就是有干有稀 然后有汤有水 这样才能 去概括你的人生 而且中医药 这次展览有四百多种 就是告诉 一方面是学中医的学生 另一方面是游客 介绍者 去完整的介绍 中医药在海外 在美国发展的历史 就是当年 华人 中国人从家乡来到美国的时候 他们也把自己的中医药带到了美国 有那种 有那种 些微之处的发展 一点点发展 能够形成今天这种 局面 所以是 很是让人欣喜 很是让人欣喜 好 感谢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张文东在美国 加利福尼亚给你带来的报道 拜拜 有需要可以加我微信 可以方便交流